我想每個人都有經歷過對社會 或者對自己 或者對家庭感到絕望的時刻 其實很害怕 很害怕就是move on 一句move on 鬼不知道什麼 鬼不知道move on 講義 但是就是知道那件事多麼難 所以就是每個人應該是有權掌握自己的節奏 去感受你什麼時候move on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徐謙 我是盧振業 對不知 下次我要聽到你彈完整首 那不是每個人都要跟弟弟一樣的 我想跟弟弟一樣 站住 看壞房 看啊 我其實是大學那時讀電影 那時有個朋友就走了 他決定離開 但是其實前一晚我是有見到他 但是我完全沒有發現這件事 然後那件事給我的衝擊很大的 我常常會想就是會不會 如果我跟他說多兩句啊 或者是我感覺到一些東西 或者是跟他吃頓飯 跟他走多兩步 可能他今天都會在那裡 而那件事發生之後我就一直都很 我經常留意這些新聞 嗯嗯嗯 然後也都發現 又說 為什麽都不少人會去 blame 一些走了的人 也就是說他自私啊 或者是他抗壓能力低啊 沒有好管理自己的情緒 我也有見過 然後我就覺得 喂 不是的 那個 那個是一個病來的 就是 其實是等於 你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患感冒 傷風感冒 我們未必會 跟別人說 我有情緒病 因爲你擔心 而香港 我一直都覺得 在一個生活壓力很大的城市 是不少人有 情緒病的階段 他很有可能會 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他是青春期 他就已經有一點獨立的思考 但我覺得 要更加清晰 就是我想說 那件事是說 因爲對於十歲 九歲小朋友來說 他的價值觀和世界 其實是社會或者是成年人建立給他 就是對他來說 我得到家人的認同 學業成績 彈琴彈得好嗎 那個就是他的一切 對我來說最大的擔心是什麽呢 就是 我要找 其實本來我寫了 是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然後我正在表演他的心路歷程 我會不會 會不會傷害了一個演員呢 在心理上 兩個小朋友拍完會不會有心理陰影 於是那時的攝影 我除了看這個小朋友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跟他們的家長溝通 很幸運地 他們兩個家長其實是很開放的 他們沒有特別忌忌 反而是家長和兩位小演員 他們都知道 電影中的家庭暴力 打打鬧鬧 或者那些抑鬱狀況 他們都知道是假的 他們知道導演我們明白的 我們拍出來就是 為了要令到這個世界 少一些這麽慘的事發生 在十年前 我有一段短時間在中學上教書 然後都會想起 那時在學校裏面 其實最怕的不是 學生不聽書 走課 最怕是 你們在課堂以外 其實你們在經歷一個怎樣的世界 你們的擔憂是什麽呢 十年後 我看到鄭sir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回來了 那件事是回來了 那種對同學的迫切 又不敢太關心 但又覺得我們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那件事 我覺得我和鄭sir都算是聯繫到的 我想每個人都有經歷過 對社會 或者對自己 或者對家庭感到絕望的時刻 是爭在你那時的際遇 有沒有令你稍為好過一點 或者是你後來有沒有走出這樣 然後我的人生階段 當然也有經歷這些絕望 我覺得陪伴和聊天很重要 所以寫了一個對白說 我未必能幫到你 因為這個是我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最真 我是不會幫到身邊任何一個人 大家的困難都這麽大 但是我可以陪著你 我可以和你聊天 或者你說什麽我可以聽 我是幫不了你 但我覺得你講出來 你會好一點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 其實很相近的 他就跟我說 小野你要學一下 怎麽對自己好些 他不是提供一個怎樣的方案 才算是對自己好些 但是他提供了一個方向給我 就是好像 會不會我現在這個處境 是因為我真的很少去想 自己好還是不好 是不是很少想怎樣去和自己相處 很害怕就是一句動作 鬼不知道是甚麼 鬼不知道是否動作 decir 但是就是知道那些事情有多難 所以就是 每個人應該是有權掌握自己的節奏 去感受你幾次動作 用一個怎樣的部分去動作 而去找甚麼朋友去陪你一起動作 我覺得尊重自己的感受 在一些他們在這麼差的狀況下 那是最重要的事 唱一唱都很虐心 我覺得是 因為可能有些作品都有情緒戲 但它可能是獨立於那一天 你有一場情緒戲 但這是有一種需要沉浸在裏面 就是真的和鄭Sir走進了這麼沉重的旅程 鄭Sir的經歷度來說是有些攻擊 即是有些很痛苦 所以有好幾天拍攝後會有些情緒崩塌 因為最慘的是鄭Sir 是不容易向人表露他的情感 所以你看到有幾個場口 鄭Sir其實已經要爆發 但他不可以 因為他那場戲他面對著那個對象 其實根本他就不會這樣彈路 所以變成剪機的時候 我才可以將鄭Sir 勝如他必須要釋放的 就把他推出來 就是這樣 關於剪機之後爆發 剪機是有好幾天都是這種狀況 我有目擊就是有一下叫剪之後 突然之間 奧運選手奧一聲飆了去離開現場 總之是他飆的之快 是旁邊的窗簾都飆了一聲 升起了那種 一想起就覺得很尷尬 剛才他說的奧運選手歌幕 其實是我跟Rachel在醫院走廊 他不是交錄音帶給我嗎 按鄭Sir的角色就是 你這個避暑 我也不知道你和我爸爸是甚麼關係 對外國來說是很可疑的 你也不喜歡他 對 我也不喜歡他 我覺得他太熱情了 鄭Sir其實是沒有那麼 可以對著這些熱情的人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聽到其實是很大的衝擊 但他沒有辦法展露出來 就是那個情感 所以就是去了剪機的時候 我知道你出事了 然後我就馬上停一停 其實我不用跟製作說些甚麼 大家都知道我要去找你 然後你就蹲在一個角落 在那裡爆哭 然後我看到我都流眼淚 其實我是想要安慰你的 但我都說不出一個字 只能夠突破 那隻河馬是我小時候陪著我長大的好朋友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都是這樣 小時候你會和一個超人或是一隻公仔會自言自語 我會提供這個小朋友很孤獨的一面 他會自言自語 所以他有一隻公仔 但是家人也不喜歡你玩玩玩具 而他又很留意爸爸和他的校長聊天的內容 校長在吹嘴說 我兒子語文能力很好 因為他東西寫日記 而且他還會分享給我看 其實校長是吹嘴的 但小朋友就會覺得很嚴重 是嗎?日記可以這樣嗎? 我成績又可以更厲害 爸爸又可以跟我親近一點 於是他就很乖 就去文具寶買一本日記 然後開始寫 可能香港存在著很多自言自語的人 而他們都很難 你要告訴別人你有心事 其實很難踏出一步 而他們這些個體彼此之間 都沒有溝通的時候 但其實他們同時是存在的 我還想用這個故事去聯繫這些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